据我观察呀 自从二月份川普访问印度之后 这印度的三哥就开始嘚瑟上了 这疯狂任爹的剑样 着实的是看着眼熟 小鹰你可别跳出来 川普二月份访问印度的时候 印度真的是当一件举国的大事去准备的 黄土电道 净水泼地 路周围的墙都全部翻新过了 莫迪见了川普 更是迫不及待的就雄抱上去了 我的老贝比 我可太耐你了 这俩人就差沁嘴了 瞧那个贱样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欢迎来到磊哥聊正经 最近这些日子 中印边境真的是不消停 先是两军在边境互相对峙 之后几名印度士兵埋伏了我军的一名战士 当时把我军的战士从车上拽出来殴打 并且按在了盾牌下面都见了红了 看着真是让人火大呀 不过不到一天的功夫 我军就俘虏了好几名的来犯边境的印度士兵 结果中印边境的事就越玩越大 昨天爆发了冲突 印度那边还死人了 据称有三名的印度士兵在边境冲突中死亡了 现在推特上印度人的舆论分成两边 一边是外外自己胜利了 印度No.1 一边疯狂的扩大自己的伤亡进行卖惨 还有我看到某个印度大V说什么突发好消息 印度军队包围了中国军队打死了好几十人 结果评论区是一片的嘲访 纷纷质疑 说这是2020年最大的笑话了 合着这些人都是在推特上杀人 阿三这脑袋是不是缠裹脚步缠的智商降低了 而来自印度那方网友更多是要扬言强力回击 并表达了对莫迪政府的不满 其中包括一些反对党的政客认为莫迪他们实在是太软弱 忠心思想就是要跟中国干到底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梁静如给你的 总结下来就是政客是拼命的吹 安抚情绪 媒体这边是疯狂的煽风点火 挑起情绪 印度自己这边就已经乱成一团了 中印的争议地点这个所在的区域是西藏和新疆的唯一通道 所以我国是必须寸突不让的 现在印度又甘愿做美国的狗 所以这个冲突在短期内是根本无解的 从奥巴马时期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 这小老婆提出来一个政策叫做聪明外交 说白了就是挑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他给你在整一地区里搞点事 只要和中国沾边的问题 背后都是美国人 这世界上最大的会逼就是美国了吧 其实印度这个国家 整个近现代也是挺惨的 被殖民被奴役 不过印度人有一点我是挺佩服的 当狗都要当狗里的No.1 以前英国军队打击各个殖民地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 他们带的部队里最能打的就是印度的希克人了 所以现在很多印度人 尤其是移民海外的 他们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又特别迷之自信 在海外的朋友如果你上班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印度人吧 你们对他们的印象到底是怎样的 反正我这边的朋友给我的反馈都不好 海外这些印度人只要出来绝对不会再回去 更别提什么建设祖国的事了 他们学英语的唯一目的就是有朝一日移民出去 加拿大曾经有一个省 它开了一个省提名的政策 如果你有亲戚在这边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加分 结果一个印度人来了 随后不到三年的功夫 整个村全部都移民到加拿大这个省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英国当年殖民印度的时候 女王的军队到达印度宣布 这里从今以后就是我大英帝国的附属国了 这里的财产都属于大英帝国女王 过了一百多年到了今天 人家印度去你英国 你别拦着呀 人家要签证你给人发呀 对不对 因为人家怎么说啊 也是你大英帝国女王的臣民啊 你至少让人去大英帝国看看呀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所以说支持印度人移民英国 根据西方国家的普遍论调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但是你们看看最近每年印度爆出来的这种种怪事啊 强奸 领辱妇女 流氓入侵女校 这些事情西方国家全部都选择性的无视 他们的逻辑就是只要你是民主国家 你干啥都行 而中国就是独裁国家 你干什么都不行 你安装个摄像头 我们都得说你侵犯人权 侵犯隐私 所以你说哪说理去 本来印度啊 也是一个被西方压迫剥削的国家 但是现在啊 非要给西方国家当狗 那可是五大郎方奉政 哎 他触手啊 就不够 其实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 主要还是取决于整个国家的国力 印度啊 还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一个国家 工业化也没有完成 妇女没有解放 种姓制度啊 更是根深蒂固啊 印度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必须要有一个毛泽东一样的人出来 但是印度不可能有这样的伟人 能诞生出来 所以啊 印吹们就洗洗睡吧 或者你们继续看保莱坞的电影啊 在保莱坞的电影里 好家印度的那个士兵 那可是手榴弹炸坦克 撒抛尿就能干掉太平洋舰队 那可是啊 宇宙number one啊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哪个视频 欢迎你点赞订阅准发收藏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